世界 堅持香港人精神 Hongkonger Station Hongkongerism 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 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Hongkonger Station香港台神祖新聞報道 各位 今天6月16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王俊賢 外界憂慮香港一國兩制名傳失望 不過現任和後任香港行政長官繼續護航 林鄭月娥相信香港未來在政治上會更穩定 尼家超印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說香港已經由亂轉治 處於繁明關鍵階段 說未來會繼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地位 兩人出席一個有關一國兩制成就與展望論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一國兩制經得起時間考驗 克服重重挑戰 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他人來 特區政府曾經面對前所未有挑戰 足以令一國兩制脫軌 坦緩政府運作 最終在中央及時干預下 在憲制層面阻取行動 挽救局面 他說港區國安法實施及完善選舉制度下 為一國兩制持續實施天下堅實基礎 並聲稱香港終於重回正軌 進入穩定、繁榮及充滿機遇新時代 相信香港面來在政治、經濟會更穩固 校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在過去25年來成功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但面對挑戰 說沒有其他事情 被香港2019年經歷的騷亂和暴力 加上外國勢力的干預所造成的傷害更痛苦 不過他引述早前去到北京接受任命時候 習近平的一番講話 為了國兩制受憲法和基本法保障 確保港人自由和長期繁榮穩定 而香港已經猶亂及治 正處於繁榮關鍵階段 他說香港未來在國家支持下 將會繼續加強與國際聯繫 提升作為國際城市地位 至於港澳辦副主任王劉權說 留意到有人對一國兩制全有疑慮 不過25年來的實踐 足以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 辦得道 得人心 是處理歷史遺留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 和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堅持一國兩制既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 全國人民共同意願 而且符合外國投資者和世界各國利益 他說以往打到香港失敗的人從來沒贏過 也不會贏 從新中央堅定不移 全面準確貫視落實一國兩制決心和信心 李家超新政府還未公布新班子 現界政府官員去留被受關注 據報最少三個現界政府官員不會續任 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鄧華 運輸及火局局長陳凡等等 早前有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將會轉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不過綜合香港傳媒消息透露 聶德權不會加入新界政府 有傳社會福利署處長梁重泰將會出任勞福局局長 不過梁重泰已經否認 據信報了解 勞福局局長人選應該是現任勞工處處長孫玉涵 至於相經局局長一職 消息透露李家超熟義的人選是大灣區航空行政總裁邱應華 現任運輸及火局局長陳凡也會退休 下屆政府分拆後的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將會由資深工程師發展局前常備林世雄接獎 房屋局局長就會由建築處處長何永賢出任 另外立法會昨天通過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 據議案合共有10個議員沒有投票 包括盛全將會出任問責官員的工聯會麥美娟 民建聯張國軍及選委會界別的孫東 麥美娟解釋 昨日決席投票因為另外有工作安排 呼籲外界無需選擇 早前有傳麥美娟終會出獎文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張國軍終會出任律政司副司長 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講座教授孫東 預計會出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競爭事務委員會入品指控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丈夫潘樂圖的 安樂工程集團和信興集團 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提供空調工程時 合謀定價 化分市場或維標 涉嫌違反競爭條例 並相信兩間公司持續從事違例行為超過4年 涉及工程銷售總額大約20億港元 潘樂圖說不評論案情 強調審在處沒有決定 涉案員工也繼續在安樂工程工作 被傳媒問會否影響日後投票政府工程項目 據表明真金不怕紅爐火 競爭委會說今次調查隊伍合共審閱近100萬份文件 除了兩間業務實體涉案外 另外三個涉案人士包括安樂高級工程師余家偉 安樂高級工程師鄭潔淳 和信興高級經理關兆堅 說三人違反競爭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 現正向審裁處申請命令包括宣布安樂和信興違反第一行為守則 以及宣布三人牽涉違反該守則 以及向三人施加罰款等等 競委會行政總裁不重明認為 有關合貿行為影響大眾 強調打擊影響民生的合貿行為 繼續是競委會的執法重點之一 又說異經知識還有其他涉及空調工程的潛在反競爭行為 可能會在短期內展開進一步法律程序 香港記者協會下星期六舉行週年會員大會改選執委會 曾經說不打算尋求連任的現任主席陳朗聲 決定經續連任成為唯一主席候選人 他接受香港01查詢時說 本來即將赴英參加學人計劃和家庭原因不積極尋求連任 不過最終沒有其他人選參選因此決定保委參選 記協近日向有投票權的會員發出郵寄選票 顯示陳朗聲將會見逐連任主席 據申報現於網媒Channel C任職副採訪主任 證據包括揭力保持記協有尊嚴地存在和保會補人 並期望和當局初商車輛登記、控罪書和商業登記等查詐事業 務求滿足傳媒日常工作需要 以及為獨立記者和公民記者提供更多保障和培訓 他接受傳媒查詢時透露自己會按照原定計劃 10月去到英國牛津大學路透研究所參加學人計劃 到時主席一職或需要由其他人暫代 詳細安排由執委會商討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記協面臨解散或被取締 陳朗聲說正如他的政光所言 希望記協能繼續運作 坦然記協沒有主動權 又重新記協不會犯法 希望北京明白記協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的意義 香港疫情自續反彈 單日新增1,179宗確診 當中1,085宗本土病例 另外94宗輸入個案 並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預計感染數字會維持現有水平一段時間 轉一下 俄羅斯入參烏克蘭第113日 戰爭沒有停止跡象 歐盟三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元首都訪烏克蘭首都基庫 展開高層會議 烏克蘭時間早上 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舒爾茨 和意大利總理德拉吉由波蘭入境抵達基庫 將與總統吉林斯基見面展開高層次對話 展示對沃克蘭支持 此前三國對沃克蘭的支持備受爭議 認為三國沒有盡力協助沃克蘭對抗俄羅斯 三人去到基庫附近城市厄平 俄軍在攻打基庫期間曾經暴力佔領厄平 亦出現懷疑大屠殺暴行 但厄平找到290具平民遺體 馬克龍到報時說這次是重要時刻 向沃克蘭傳遞他們是團結一致的信息 被問為何選擇在此時出訪基庫 外利社工回應說在歐盟峰會討論是否被沃克蘭加入歐盟前 這是最合適時機 舒爾茨被質疑對沃軍武器支援不忠 而沃克蘭駐柏林大使說 舒爾茨對沃克蘭提供重營武器承諾已久 但至今仍未運送 舒爾茨否認撒停武裝支援 說德國是其中一個提供武器和經濟協助最多的國家 又說不僅要展示團結 更要清楚表達各方就經濟、人道和武器層面上的協調 強調支援是長期的 因為沃克蘭有需要堅持獨立主權 而對俄製才至關重要 舒爾茨曾經說過他不會到訪烏克蘭 而只是為了拍一張照片 這次到訪各方包括德國在內都注視 這次他到訪基庫帶來的實際效用 歐盟委員會週五會就沃克蘭作為歐盟候選成員提出建議 沃克蘭在2月俄羅斯入侵後4天 已經提出要申請加入歐盟 上月馬克龍表明加入程序可能要幾年時間 甚至以10年計 俄羅斯前總統、前總理、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梅德偉傑夫以極具種族主義攻擊性延詞 形容三國元首行程 華青話、乾香腸和意大利粉都訪基庫完全無用 而歐盟將會承諾沃克蘭歐盟成員身份提供武器 之後會盡情享用沃克蘭福特加再坐火車走 和100年前一樣不會為沃克蘭帶來和平 《神祖新聞》到此